大家好 我是好声音学员朗格拉姆 我现在在彭斯洛 是泰国的一个府 我现在在瓦底彭斯洛寺庙 是彭斯洛城市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寺庙 大家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了就一起走吧 现在是不是很多很多人 他们会来这边就是祈祷啊 工作啊学习啊 还有健健康康的身体 现在要进去寺庙里面拜佛了 但是呢进去以前要先脱鞋 如果穿不太适合的话 就可以穿这个进去 我告诉你们方法怎么穿 就现在就可以进去了 就现在就可以进去了 是不是很漂亮 都是金色 可是在里面要悄悄地说话 我后面的就是泰国最有名的佛 最有六百多年了 我非常非常饿了 然后要去找吃的地方 好大家一起去吃吧 小城故事段 充满喜和乐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吃饭的地方 这边的特点就是 炫腿然后吃面条 而且面条也特别好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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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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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意了 好可爱 你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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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店开了十年了 先放菜进去 然后面条 算完了以后 然后放进去 耶 好 这边是调料 放糖 一点点糖 还有放那个猪肉 还有辣椒 然后放汤进去就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这个特别特别便宜 一碗是35泰铢 差不多6块钱 好酷啊 特别特别 特别香 也要谢谢 谢谢 哇 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特别香 味道一定会很好吃的 耶 来泰国玩了 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特别好吃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会很喜欢 好 我们现在吃完了面条了 我们要去坐缆车 然后看这边城市的风景 那我们现在要坐缆车 去看一些彭斯洛的风景 大家一起去吧 小城故事段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 有时光 我可以相信 想要尝尝 你 想要尝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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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要尝尝 这边有时候 我可以吃车 吩咐 我一目楼 好 啊 我一目楼 这个活动呢是这个城市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 漂流 这个活动呢就非常非常好玩 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然后今天水的流速呢是350 我们的路上是8公里 那我们要玩这个活动 比如之前呢我们要知道安全是第一 第一先戴安全帽 第二要穿那个救生衣 我们要知道坐船的就是方法 我坐这儿 划船的人要坐这边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拍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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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回忆却不行 我是第一次玩 就是特别特别好玩 然后下一个城市 是我家乡的城市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拜拜 Zither Harp 大家早上好 现在在我的家乡 寺庙是我们全部的中心 泰国人特别喜欢供送 也是我们从古代到现在的文化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塔 在我们家乡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佛塔呢 就是造型很像 一个在绵甸的佛塔 那我们逛一下 这个佛塔 在我的家乡怎么样 那很漂亮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机会就要过来 看一看 就会知道泰国的文化是 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现在有点饿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找 好吃的东西了 下次别忘了来 多多关注我 下一次我要去哪儿 你笑的甜蜜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我现在在一个市场 是这个市场呢 有700年的历史了 然后里面有一些 古代的东西啊 吃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给大家带来 一种泰国非常非常好吃的小吃 今天呢 我现在尝一下 然后来做一下 我们现在到了要做 这个小吃的地方 然后这位也是奶奶 就是八十多岁了 然后只有她一个人 可以就是做这个小吃 然后这个小吃很难 就是找到要吃这个小吃的 方法应该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做 好那我要尝一下 大家是不是想吃 味道就甜甜的 也不是特别特别甜 特别好吃 很像那个椰子 如果烤过了一会儿呢 会更好吃 泰国的佛牌是特别特别有名 然后这边牌是全国最有名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做佛牌的方法 你好 这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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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泥土用力按进去 然后拿出来 一般做完了以后这样放的差不多一天两天再放晒太阳 晒完了它干了以后才可以去烤 大家别忘了关注下次我带来什么好玩的地方 这到了 好了大家 我现在在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寺庙 已经有六百七百年的历史了 全寺庙有六十八个大象 上来吧 找到了 我家乡一共四十个寺庙 这个寺庙是最高的 我们泰国人相信大象不是一般的动物 大象表达祝福和平安 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寺庙了 这个寺庙特点是佛像四个姿势 特别特别特别漂亮 好 那我们刚刚从那个世界文化遗产出来 现在我要吃一点东西 大家看 这是我要吃的 这个店叫 插当道面条 开了有六十多年了 然后 这样的特点就是面条是你自己做的 这样 特别特别香 出面条的时候泰国人习惯的就是 挖那个猪皮 柠檬 菜 咬的 这个好吃 的 卖 词 词 词 大家好,我現在在另外一個城市,叫塑庫泰 這個城市是我們泰國以前的首都,後面的巷 是我們塑庫泰第三個皇帝,他是泰語發明人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寺廟,瓦西村,西村就是火梯樹 這個佛像叫阿珍拿,這個寺廟已經有700多年的歷史了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一下 哇,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地方就是去佛像後面的路 但是現在進去不了了,好笑喔 讓我們進去看一下是什麼樣的 好,大家我們進來了 然後這個佛像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非常非常大 它的高度應該是15米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兒,然後下次希望大家關注一下這個節目 如果看完了,一定要來泰國玩喔 好,這兒 这个是我用过的盒饭 小学的时候 这个大家应该看过 就是古代的电影 会有这些花 然后我想做一下 试试看看 这也是一种泰国的文化 以前古代 每个女生都要会 好不难哈 文化 这个大家应该认识 泰国的那个按摩 这个是对身体特别好 如果你们就是有那些 不舒服的就会来这边按摩一下 然后全世界都就是认可 说就是泰国的按摩 就是特别特别好 那我要进去了 因为我骑着行车 有点太累了 刚刚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进去了 希望大家来到泰国 然后来这边按摩一下 哎呀太舒服了 那我现在要先按摩了 大家再见 哈哈太舒服了 哇哦 哇哦 哈喽大家好记不记得我我是谁 我现在是农民了然后我现在还在苏国泰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农民的生活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泰国的米饭特别有名 现在要去找一个人就是当我们的导游 好这位是我们的导游好了我们就在好了一起走 哇好不妙啊 谢谢 kamu能够 Grandma 300多块啊 哇 等一下 在等你回来同一款 先下 KNOW 赛一位 3 3 3 嗯 我沒到 我沒到 那边的米饭就是博物馆 我们去看一下 天涯呀海角 老玩家 这些都是有机食物 会对身体特别好 吃了身体会更健康 我们先尝一下米饭 好那最后呢 如果你们看完了这个节目 希望你们可以来泰国 然后来这边玩 再见 谢谢大家 好婚的哈 好婚的哈 好